腿起節到,又是走龍貓店的時候 就看到一件很可愛的東西,就是這個小朋友 就帶了他回來 真的不知道他是誰,所以就叫他做外星人 你看他的樣子是不是很摩登,很夢幻 既然這麼有感覺就做一個造型的效果出來 需要的材料,公仔,滴膠,白色的珠光粉,夜光石 不同尺寸的花花,和會全部浸著的兜兜 先在兜兜上用珠光粉打了一層底 就算在下面偷窺也好,都不會看到外星人和花的屁股 用了少量的UV膠固定好他們的位置 花花的擺位會少少不規則的排列 看上來就不會齊齊齊整隊軍隊那麼悶 今集的小心思位就是在夜光的部分 均勻加入了夜光石和夜光粉 用很薄的一層滴膠封好 倒的時候要溫柔一點,石會被水流沖走 認真點看就會發現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左邊的石頭比右邊的多 就算用了防水的紫材也好 都會有些膠水 膠水 由花的底部就會吸上去 變成有些很奇怪的斑點在這裡 我試一試救它 逐顆逃滿的花,直至完全濕透為止 就在這個時候 15分鐘都不夠 我的AB膠就變了鬼口水 轉頭還變成墨牙糖 相信很大機會是我開錯了比例 連外星人都差點夠不回來 額外開多了一轉滴膠 倒滿墨墨牙糖 那就急救好了 不過比我原先打算的厚了很多 我最初打算薄到可以脫掉小石頭的3D感 現在就變成一個超級大光面 不過都不怕的都漂亮的 做好了就是這樣的 可以給你們看一看 就會是這樣的 這次的最主要就是用一些白色的花 去突顯外星人和夜光石的淡黃色 令到整個作品都有一個型格的感覺 更加有趣的就是有一個夜光的玩法 在它吸飽光之後 它就會在下面的部分 有淡淡的藍色光在下面打上來 是不是立刻很第三類接觸和V混合呢 配合一個小膠豆 外星人的後花圓 就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飾物 希望你都會喜歡它 拜拜 哎呀幾乎雜雜都有炒 以後可以叫我做神炒 像不像陰陽露的感覺 那些鹹蜂蓮的東西 我想那些妹妹應該會有代溝的